救護車火速趕到現場八十多歲 老婦人疑似因為熱暈倒地 頭部撞傷 婦人在擔架上痛苦 生意虛弱 冒冷汗甚至嘔吐 疑似熱衰竭和腦震盪 警消在旁急忙施救 惹心民眾也隨時注意婦人情況 拿衛生紙擦拭 趕緊將他送醫 來個血腫 手腳事實是沒有很明顯的 查錯傷 據瞭解八十三歲的張姓夫人 疑似是在烈日當頭時出外清掃 熱到暈倒 熱心民眾經過看到 趕緊下車幫忙呼叫救護車 事後發現這名熱心民眾 居然是南投醫院的院長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清楚的回答 我們有點重熱衰竭 而且冒冷汗的感覺 經過治療 婦人已恢復健康 家屬都非常感謝 幸虧有院長出手相助 才讓夫人免於曝曬 及病情惡化發生憾事 記者 曾偉祥 陳廣任 彭雲菲 南投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 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